大家好,我是凱咪 歡迎回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愛用的蜜粉 有在化妝的人都知道 因為蜜粉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訂妝 它還可以控油 修飾毛孔、調節膚色 大概就是這幾件事情 它一定要做到、一定要辦到 如果辦不到呢 就是不OK的蜜粉 所以今天要介紹的都超OK 凱咪用很久、用心在愛 而且呢,這是很多年不變 還有一些新朋友 究竟有哪些厲害的蜜粉 想要知道的同學 一定要鎖定今天精彩的影片內容 不管你是哪一種膚質 或者是任何的季節 任何的時候 化完的粉底、上完的遮瑕 你都要做什麼?定妝 所以選對蜜粉真的很重要 那今天就要告訴大家 我多年來愛用 還有最近的新頭號 真的是非常厲害 首先話不多說 先講第一家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有追蹤我的頻道的人都知道 我最愛用的蜜粉是誰 不是別人 來,先請出我們的老朋友 Ben Nye的蜜粉 最常用的兩個色號 一個是Camel 然後一個是Buff Ben Nye的蜜粉 在台灣呢 是有一個化妝品專賣店 它沒有引進 那或者是你上網買 應該也可以買得到 就是它唯一的缺點就是取得 可能比較不方便 對很多人來說 但是呢 如果你買得到的話 你一定要買 因為他們家的蜜粉 就是呢 我心目當中 五顆星的 定妝厲害 持妝度超高 有膚色選擇 可以按照不同的膚色 來做調節 定妝定得很扎實 修飾毛孔也非常的厲害 基本上不太會乾 粉質非常的細 然後呢 真的是把你的妝hold住 hold得牢牢牢 安安安 就是很扎實 很專業 為什麼它這麼厲害 因為他們的背景 就是專業影視化妝的品牌 所以他們的化妝品的 最高指導原則 其實除了五顏六色的 特效化妝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經得起 高溫 高濕 片場的燈光 演員的體溫 出汗 流汗 濕氣 水氣 等等 所以他們的化妝品的開發宗旨 就是好用 然後包裝 就是如你所見 不是什麼花俏的精美的包裝 就是一個老老實實 goi goi的一個蜜粉 像我自己 我個人平常是用buff的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顏色就是很適合男生 那如果你是比較中間膚色的女生 偏白的話 你可以選Camel 大部分的模特兒 或者是明星呢 我都會用這個顏色 然後他們家有透明白 對 還有banana的香蕉色 我此生最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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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蜜粉 就是banana真的是很厲害 而且價錢又不貴 那我現在呢 就是基本上 我的臉上已經是有打了粉底 然後我今天都還沒有定妝 然後我都會這樣輕輕的用粉撲 這樣做按壓的動作 你看那個毛孔 修毛孔的效果 真的很厲害 用中文講緊好像沒有辦法形容 我想要表達的 就 就是它這樣 你知道巴在眼上那種 hold住這樣 最推蜜粉就是它 對 好 那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膚色去做購買 保證你會喜歡 保證你不會後悔 我推薦過這麼多次 很多人都去買 基本上大家的反饋都是挺好的 品質真的是非常好 也沒有什麼香料 蜜粉啊 你千萬不要奢求它什麼保濕 沒有這種東西 比較不乾或不乾 沒有什麼 還要補水保濕 那都是騙人的 OK 這是banana的蜜粉 除了banana之外 最近應該是這一季 KAMI突然愛上一家蜜粉 這個蜜粉呢 它曾經出現在我身邊過 可是呢 我那時候跟它沒有緣分 緣分味道 可是在這一季呢 哇 我們的緣分開啟呢 我一用 哇 這個蜜粉 讚 最近不管化什麼妝 黑的 白的 油的 乾的 呃 化妝對象 通通都在用 是誰 來 有請 哥巨妹 對 他們家這個 透明蜜粉 沒錯 來來來 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 很好用 我在手上畫給大家看 這樣 粉超級細 就滑滑的 就是完全的透明 它連提亮那種 泛白感都沒有 有些透明它會有一種 白白的 雲母的那種反光 他們家哥巨妹這個 透明蜜粉 真的是純透明 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很多人說透明都是騙人的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 白白的 怪怪的那種 反光感 這個完全沒有 然後呢 它的修毛孔效果 超厲害 定妝效果 很厲害 控油 還不錯 因為我非常油 它控油效果 還不錯 BEN NIGHT控油效果 是超高 然後這個強項 不在於 極致控油 但是有 有控油 然後霧化毛孔 非常好 就是 它修飾你的 肌膚於無形 這個蜜粉 大家 可以去買 BEN NIGHT你可以選 有膚色的 然後 哥巨妹 你就買這個透明的 保證你會喜歡 它很適合用蜜粉刷 來上妝 跟大家分享 就是 你訂蜜粉之前 不管你做完遮瑕 還是什麼 粉底 你一定要稍微再這樣 輕輕的把它這樣 彈一彈 有沒有 把紋理都稍微 把它按平了以後呢 沾蜜粉 你看那個 那個煙 那我用的是 凱咪自家的 F03的刷子 多功能的 你要拿來刷 修容 打亮 都可以 它這樣滾滾滾 蜜粉呢 你也可以用刷子這樣 輕輕的滾壓滾壓 然後它訂完就是 粉粉的 滑滑的 或者它不會改變你的 粉底的顏色 霧化你的那些毛孔啊 肌理啊 讓你的底妝上面的油光 把它削掉 又帶有一種微霧的那種 微霧的質感 哥巨妹也是一個 德國的專業化妝品 所以他們出的蜜粉 也就是很適合在 燈光下啊 或者是攝影鏡頭下面 去呈現出 膚質 或者是呈現出妝容的那種 最真實的感覺 他們家的這個粉質呢 非常的細緻 所以攝影棚化妝啊 或者是很多專業的彩妝師啊 都很喜歡用他們家這一瓶蜜粉 訂完妝就是 第一個不會改變膚色 所以膚色不會怪怪的 你畫男生女生 畫各種不同的畫中對象 你就省去一個什麼 選色的困擾 所以呢 它就很方便 而且它的訂妝就是 很隱形 然後呢很清透 但是很扎實 而且你補妝的時候啊 你可以再把剛的那支粉刷拿出來 有脫妝的地方 你稍微再把它這樣 它又平了 這三個月來 凱咪最常使用 就是它跟BEN NIGHT交替使用 真的是很讚 很讚 很讚的蜜粉 大家喜歡的話呢 可以上網買 對台灣取得它還蠻方便的 這個歌劇魅影的蜜粉 接下來介紹的第三家蜜粉 我只能用神奇來形容它 沒錯 剛剛的BEN NIGHT跟那個歌劇魅影 已經這麼好用了 第三家我居然說它神奇 它是誰呢 它是 Huda Beauty 沒錯 非常有名的化妝品牌 然後他們家是色彩類很強大 但是這個蜜粉呢 我告訴你不簡單 很厲害 我是無意間就是 在網站上面買他們家的一些底妝 想要買來玩玩 結果粉底我覺得不好說 但是呢 蜜粉這個我用到嚇一跳 這個蜜粉呢 它是專門拿來做定妝 眼下遮瑕完 然後或者是修容完 然後T恤打亮完 很容易就是那個光澤 或者是定妝效果會跑掉 對不對 歐美很常用那種厚厚的 大量的蜜粉這樣把它壓在眼下跟T恤 然後就畫別的地方 最後把它掃掉 哇整個妝就完美到不行 這個蜜粉就是這麼樣用的 當然啦 如果你不是畫歐美妝的人 你也可以用 因為它很神奇 那麼厚的粉量啊 照理講 你一定會想說完蛋 一定是個災難 就是皮膚一定會乾到不行 會整個塞起來 會脫皮 沒有 我說它神奇就是因為 它即便上的那麼的厚 你把它掃掉就是 欸 皮膚還是平平的 而且更滑嫩 它的用法也比較特別一點點 剛剛是用蜜粉撲 蜜粉刷 對不對 粉刷 然後呢 像這種做setting的 就是那種定妝的蜜粉 你看一下它只長這樣 對 你可以用海綿美妝蛋 這樣 比如說這邊眼下對不對 這樣 甚至還可以更厚 有些時候 髮令輪 或者是下巴 容易出油的 有沒有 這樣厚厚的這樣鋪著 然後你就畫眉毛啦 眼睛啦 然後呢 有個沒的 畫腮紅啊 修容啊 巴拉巴拉 然後你就把它準備這樣掃掉 更霧 更柔焦 然後呢 整個就是 hold住 很厲害 這個蜜粉 很神奇 然後我記得它 應該就有一個顏色 這個蜜粉 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真的是 很需要蜜粉 幫你把妝定住 hold住 然後呢 你又不想要蜜粉 那種乾燥的問題的話呢 Huda Beauty的 這一個蜜粉 可以用 我呢 最常用它就是 有時候要畫一些 濃妝 然後你很怕很重的亮片 或者是眼影粉 碎屑 掉下來 然後會弄髒眼下 有沒有 這時候就需要有蜜粉厚厚的 鋪在眼下 那如果你用 選錯蜜粉 你鋪在眼下 你掃掉之後 哇 眼下就會 你知道 整個就是乾裂 這個呢 就是你可以放在 鋪在眼下 放一個 襯底 然後呢 最後你把它掃掉之後 底妝就會很新鮮 你的妝就會很乾淨 又不乾 對 這是Huda Beauty它最神奇的地方 沒錯 可以買 好不好 這麼多這麼多 其實呢 最愛用 而且最常用 然後呢 真的有在用的 就這三家 Ben Nye的 然後呢 哥劇魅寧的 然後跟Huda Beauty的 之前像 蘿拉的也不錯 香奈兒的 或肌膚之藥的 蜜粉呢 也都有一定的水準 然後Lapari的蜜粉呢 也很好用 但是真正符合專業要求 然後平常真的愛用 會用 不管在工作上 檯面上 私底下 來 這三家蜜粉 真的可以買 好不好 我用生命跟你說 好用 掛保證的 厲害的蜜粉 但是呢 我最近呢 收到一個新蜜粉 我還不確定 它會不會是我的最愛 但是我覺得它很酷 今天這個影片呢 我要來加碼介紹 它不是別人 也是專業化妝品牌 是Mega Forever 他們家出的最新的蜜粉 跟大家爆一下新品 粉無痕 幻彩極光蜜粉 對 卡咪新收到的 它很酷 它叫轉轉蜜粉 因為你看 它一盒裡面有三個顏色 打開來之後呢 來 它有藍色 有那種 珊瑚色 還有 膚色 調節色 幫我們做 打亮 修飾校色 它這是有珠光的 然後呢 另外一個顏色是這個 比較淺一點的 一樣是有 藍色 Baby藍 然後呢 還有Baby Pink 這種 粉紅 還有一個淺膚色 大家想說這個造型 也太奇怪了吧 它是這樣 轉轉的 這樣轉 它就會有 用量跑出來 然後 這樣 粉就會在裡面 然後呢 你就這樣 它是有珠光的 它很珠光 但是你不用擔心說 欸 它會不會塗上去 那種很明顯的那種 藍藍的顏色 沒有 它就是提亮 調節膚色 這支 他們家也是新出的 蜜粉刷 應該是新出的吧 應該就是 完全要符合它取粉用的設計 這支蜜粉刷 好像蠻厲害的 這個蜜粉 非常的珠光耶 是不錯啦 就是 如果你 喜歡 有提亮 或者是打光的蜜粉的話 它已經接近打亮了 那蜜粉 如果你是喜歡比較霧的話 就要斟酌使用 如果你喜歡有珠光的蜜粉的話 覺得你可以去玩玩看這一個 Mega Forever的新蜜粉 但是這個蜜粉刷 我喜歡 看一下 好Q喔 好的 所以呢 這是Mega Forever 他們家的新的蜜粉 我覺得還蠻酷的 因為最近收到的新品 蠻有意思的 所以跟大家趕快來分享一下 有機會就可以靠背去試試看 去感受一下它的那個 荒摺的效果 但是呢 這個蜜粉刷好像不用考慮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可以來一支 以上就是今天凱咪跟大家介紹 我最愛用的蜜粉 你會發現其實呢 品項沒有很多 而且重複的這個Ben Nye 一直在榜單之中 要擠進我的排行榜 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蜜粉雖然說好像很多家都不錯 可是真正要變成我的最愛 我的化妝箱裡面一定要有 然後呢 每天都在用 化妝一定要用 就會有安全感跟踏實感的蜜粉 真的不多 好不好 當然你可以用很多其他的蜜粉 我覺得都有不錯的 都有一定的水平 但是呢 凱咪今天介紹的這三個蜜粉 真的是超厲害 我用生命推薦的好蜜粉 希望大家呢 買來用也會很滿意 也會很喜歡 讓你的底妝更漂亮 更持久好不好 好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不要忘記了 一定要持續訂閱關注 開TV 我們更精彩的影片 下次見 掰掰